好 馬英九訪問大陸 今天幹嘛去參觀北京故宮 我想他也沒想到台灣故宮 居然引起很大的爭議 大陸國大辦主任宋濤陪同他 今天因為禮拜一 故宮修館 很多美術館 博物館 都是禮拜一修館 因為週末人會比較多 今天就為了馬英九一個人開放 你看個過癮 北京故宮的地方也很大 我們為什麼放到最後一段 我們在等說他有沒有跟習近平見面 因為今天大家都說8號 要跟習近平見面 都沒見 到現在為止至少沒見 晚上會不會見我們不知道 也許晚上突然見 因為他今天晚上 本來是要跟北京的 市政府的官員見面 所以也有可能習近平說我見了 你們換個時間吧 也有可能 現在不知道 當然原來說可能會延到10號 10號民進黨就很生氣 為什麼10號是美國跟日本總統 跟首先要見面的日子 就是說是不是故意把馬英九 跟習近平見面放在10號 來衝平衡 美國跟日本領袖見面的時間 是不是這樣不知道 至少到現在為止 但是也有滿可靠的消息說 今天一定會見 就算下午不見 晚上也會見 等到見了以後 我們再跟大家做分析報導 因為他到底談些什麼等等 光見面也沒什麼好講的 當然見面也是個意義 但談什麼可能也滿重要的 除這個以外 廣社大學 當時要進教育基本法 廣社高中大學 小班小校 然後教育應該什麼現代化等等 講到四個 當時這些教育團提了四個主張 30年了 在30年前的4月10號 他們走上街頭30年了 到底現在怎麼樣 今年已經到現在為止 15個學校退場了 再過幾年 他們說可能會50個 甚至80個學校退場 搞不下去了 他們講說當時用意很好 但是誰知道少子化 所以你們都不升 其實現在少子化原因 當然很多房價貴 其實我也跟年輕人談過 年輕人也講過說 教育來越改學生負擔越重 現在學生多可憐 從一大早 現在以前有一段時間 私立學校不見得有人要念的 除了很好的私立學校 現在私立學校搶破頭了 我最近一個朋友托我 說能不能去介紹一個私立學校 說這學生很優秀 他講 大概進小學都要考試 私立 結果一考 他說孩子很優秀 一考下來四千多人去報名 考三千多名 我說就不要再談了 這差太遠 你考第三百名也學 你考了三千多名 怎麼好意思 對不對 就算了 說報名又比前更 比去年還多很多這樣 少學 所以等於是 甚至從幼稚園都要開始 一路到大學 到大學當然就放鬆了 到高中都很辛苦 學生真的是很辛苦 教改的目的 都講說要減輕學生負擔 教改減輕了學生負擔嗎 沒有 沒有 還有現在搞什麼歷程 什麼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 這是害死的東西 全美國 每次學美國都學個不倫不類 半調子 然後把大家都搞死了 真的這樣 好吧 現在很多當時的專科 還不錯的三專五專 職業學校 至少培養出一些技術人才 也慢慢都升成學院 升成大學都升了 其實以前你說台北工專多好 對不對 大家提到什麼屏東農專 這是都很好的學校 現在都淹沒在大學裡面 真的滿可惜的 而且大學退場遺讀事 現在是 學界說是無法回頭錯誤的政策 而且譬如說國立大學 好大學 台大等等這些教授 二 三十年前做個待遇 到現在還拿這個待遇 為什麼不能加 一堆國立大學升上來了 加了你要不要加其他國立大學 要不要加 政府能力沒有這麼多 所有國立大學老師都加薪 所以至少大家都不加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台灣喜歡搞齊頭的平等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實在是要命 來 王輝 我先講 就是從私校退場條例開始 專案輔導學校 我看教育部是表示說 今年應該不太會再有私校 進入專案輔導 我自己在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其實也有接過私校的一個陳情 其實教育部因為過去 大概也比較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在所謂的專案輔導上面 我覺得其實官樣太多 沒有真的來協助這一些 要退場的私校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出路 包含像我們宜蘭到現在 都還有一些私校 所送的一些相關轉型的案件 到現在都還沒有被很好的一個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已經要 就是退場的私校 我覺得教育部要去好好去面對 他們退場之後的一些 相關的輔導機制 跟他們轉型的部分 這部分應該要再務實的 去做一個執行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 像這個李遠哲說 不是我的錯 這個108克剛 因為我們自己小朋友 我們家兒子 是第一屆108克剛的這個 我覺得這是受害者 因為現在的108克剛之後 小孩的Loading更重了 最近這個 我看這個地生發生 那天是7點58分 很多是學校傳出來的訊息 小朋友7點58分 已經在學校做了非常多的一個事情 所以小孩是跟爸爸媽媽一樣 很早就要出門上班 他們去上課這樣子 現在的一個Loading是來自於 這108克剛講是說 希望可以學以致用 然後可以素養導向 但是為了這個素養導向 現在小孩的大學考試 是要準備兩種的 就是剛剛趙大哥提到 這學習歷程 這根本就是家長的軍備競賽 這樣子 完全是看家長家裡的能力 你的這個人際網絡 可以幫這個小孩 可以去多少地方實習 這個是會有很嚴重的一個 這個偏鄉跟城市的一個差別 另外如果你第一階段 這個有關這個學習歷程 如果做得不好 沒有考上沒關係 第二階段就考試 就是你就要全部要把每一科 都讀得非常精熟 兩個階段考的東西 時間也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現在的一個教改 其實是真的讓家長 譬如奔命之外 小孩子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提到這個賴清德政府 上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我就應該重新去檢視一下 這個教育的制度 這108克當時也花了很多的力氣 去讓專家們討論 賴慧妤 1994年那時候 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個是我的獨家新聞 頭版頭條 然後委員名單 這個 但是當時的利益獲取很好 可是現在回頭去看 他有太多的錯誤 當時訴求叫做快樂學習 對不起 快樂學習是錯誤的 因為沒有任何學習 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 這跟人生的境界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廣設高中大學 當然是最大的問題 李遠哲現在撇清責任 我要告訴李遠哲 你絕對負擔最大的責任 紅龍熊 當然是在貧心責任 都是別人的責任 現在如果要上大學其實不難 但要上好的大學 比以前更困難 我覺得現在就是這樣子 但如果說 這個少子化是我們這個 要退場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教育的一個檢討 我覺得刻不容緩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一世冰中生到 一世冰中生到